喔!你这样的夸张! 我看到你那前面的书柜一堆书 什么书? 大概都是三十年前的书吧 新晋的书大概只有我出的书 恋爱巴士 对啊!以前 你们很爱啊! 真的!跟我同时讲恋爱巴士 他们都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那一面墙已经放不下了 因为... 你的书都怎么处理? 对!对!对! 然后一个礼拜就给我看完 太可怕!看书太可怕了 怎么处理你知道吗? 怎么处理? 你是二手卖还是捐出去? 他的房间里面就是不准别人碰的 那是第一等级的 喔!谁会不行啦! 谁会愿意这个? 没有啦!那个没有在捐的啦! 哎呦!那好方便! 他就会比较偏眼的乡下的 给小朋友 食谱书我是真的不会... 哈哈哈!你不用了啦! 食谱那个... 嗨!大家好! 我是凯琳吗? 我看到你那前面的书柜一堆书 什么书? 大概都是三十年前的书吧 喔!不止喔!有的不止喔! 不止! 对! 因为我今天在我妈家录音 然后我妈家的书啊 通常新进的书大概只有我出的书 然后但是不会有其他的书 因为我妈也不太看书 对啊! 然后那书柜上面一排书 都是以前我们的书 我们以前买的 比如说有恋爱八识 对! 恋爱八识! 对啊!以前... 你们很爱啊! 真的! 跟我同时讲恋爱八识 他们都说那是什么东西 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 我们那年代的才知道 对! 就是恋爱八识的书 它是以前一个日本实境秀的恋爱节目 对! 然后还有像是学日文的书啊! 学英文的书啊! 大概就是这样吧! 对不对! 那边都是学语言的书 有啦!还有一些煮菜的啦! 煮菜的! 对啊! 你家的书只有那些吗? 还有一些爱情小说啊! 你家的书只有那些喔? 有的没有在那边 很少耶! 那些看起来不到一百本 有的没有在那边啦! 因为你看那个柜子那么小 牌都像! 不及我家一个书柜 你家那夸张耶! 我家真的很夸张耶! 你家整面墙 整面墙都是 然后你们的书也太多 因为阿贼爱看书 所以你们家的书 你们家书真的太多了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 我妹曾经跟我讲说 如果你衣服放不下 千万不要买衣柜 因为你买了柜子之后 就会放更多 没错! 会更多! 因为我家那时候 十几年前 然后整修的时候 我就决定客厅我要用 因为我那阵子在封那个 那个叫什么 木工 所以我都自己 自己订很多的 有的没的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就想要用 木箱组合 在我家的客厅里面 当书柜墙 对 因为那一阵子 我去了清麦 一间咖啡店 然后那个咖啡店 就是清麦的那一间咖啡店 是一个艺术家开的 然后它那里面 就有一张非常长的木桌 背面就是 背后 就是那个木桌的背后 就是一整面的那个 苹果箱 就是一格一格的箱子 组合起来的书柜墙 我那时候就超级喜欢 然后你看到就喜欢 就很喜欢 所以我就回家之后 我就决定要把我家弄成这样 那我就去盯了很多的那个 木箱 一格一格 因为我就想说 你如果你是定制 这么大片的书柜 以后如果你要丢掉 要拆掉干嘛 你就会很头痛 可是如果我是一格一格的箱子 我到时候不要把它当书柜 我拆下来 还可以利用 对 我可能可以当柜子 然后组装组装 我可以拆成 那一整面书柜墙 我记得应该有二十个以上 还二十五个以上的 蛮多的啊 的箱子去组合成的 然后你知道 那书柜墙一开始就是很空 因为小孩小孩 哪有很空 本来是有电视 你知道吧 没有那边没有电视啊 有啊 那个以前有电视 没有没有 我的那个书柜墙 本来就没有电视 以前的那个电视 是电视柜 是前屋主留下来的 但是我把它变成 那个墙的时候 它就再也没有电视摆在那个地方 对啦 因为你变墙就没了 对 然后那个书柜啊 一开始小孩还小的时候 就是看绘本 然后因为绘本的量也不会太多 对 但是囤着囤着 积着积着 到小孩现在越长越大 我跟你讲 那一面墙已经放不下了 因为本来啊 书是放在里面 可是后来 因为我们看完的书 才会放到那个书柜里面 所以那个书柜里的东西就越放越多 越放越多 然后到后来就是连旁边都满出来 就是书桌上 餐桌上也有书 沙发上也有书 然后旁边的桌子也全部都摆满书 我家的书就是已经流出来 流到满档 然后你知道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你的书都怎么处理 对 对 我家书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除了有的时候 比如说出版社会送我们一些书之外呢 我们自己每次去书店也会消费 你知道小鹿跟小林每次去买那个书 很爱买书 很恐怖 对很爱买 超恐怖的 然后 因为以前信义成品还没有关的时候 可能就会去那个地方买 然后现在信义成品关了 我们就会去比如说南溪或松烟这样子 然后每次搬就是 尤其是寒暑假我觉得很恐怖 他就说我要准备我寒暑假的书 然后一个礼拜就给我看完 太可怕 他知道看书太可怕了 就买一点 然后一个礼拜就给我看完 他说那你寒暑假还有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他再去买 然后我真的很常被问到 是你家的书怎么处理 我觉得对 怎么处理真的很重要 真的 我家的书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怎么处理 你是二手卖还是捐出去 我之前有捐过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书比较新的 就是你可能小孩翻过一遍 因为像如果小鹿很喜欢的书 他会放到他的房间里面 就是不准别人碰的 那是第一等级的 就是书 第一等级像哈利波特 就会在那个地方 第二等级喜欢的 就会在我家的书柜里面 然后如果看了一次之后 再也不太会看的 那个 就会 也不一定 因为他有时候像《红楼梦》 他看过恩变 然后有时候就随手丢随手丢 然后拿起来就翻翻翻 但是他还是会看啊 对 然后有一些 喜欢的他还是会看的 就是确定不会看的 第一个分类 第一集的分类 就是我会先问我妹的小孩 因为我妹的小孩 跟我家的小孩差不多年纪 然后他们家的小孩 也很爱去图书馆借书 所以第一阶段 我就会先问他们 要不要这类的书 嗯 然后我就会送给他们 然后因为像我弟也有小孩 所以我也会送给我弟的小孩 就是以绘本居多 然后我妹的小孩 现在年纪比较大 就是可以看文字书的 就我就会送给他们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都捐嘛 对我会捐 然后因为像我捐出去的书 都是还蛮新的 我曾经捐过 对你的书都很新啊 对就是医院 因为像之前啊 在病房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孩子 要在那边住院 是很需要打发时间的 对没错 然后因为像阅读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非常鼓励大家要 阅读多阅读 所以呢 我就会将一些比较书的 新的书 新的书 对是捐到那个医院 医院里面 医院里面 他们就会有一小区 因为可能刚好认识那个医生 然后医生就说 哦他们清出了一个书柜 我不确定 对我不确定 是不是每个医院都有接受 这样子 只是因为刚好认识这个医生 然后他说哦 他们也正想要 有一区 比如说后诊区 他们想要清出一个书柜 是可以放这个 所以我那时候 就会联络一些出版社 请他们有一些新书 也可以捐给医院 然后我自己这边有一些 比较新的书 也可以捐到医院里面去 这是第二个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很好啊 因为小孩子 如果你真的都躺在病床 你没有什么 我真的很 就是一直玩手机啊 不知道要干嘛 对啊 就是玩手机啊 这个我们待会再来仔细说 嗯 然后因为像我们家前一阵子书柜 又爆炸 又爆炸 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整理东西 嗯 也不太会整理东西的人 对 所以像很多人在问我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都会说我都是送给我妹 就是送给我妹 因为有时候你要捐到其他的单位 他就会有一些规则是比较细的 就是你要遵守人家规则 有的会比较麻烦啦 对比如说有一些种类的书 像参考书可以捐吗 对参考书 参考书喔 可以啊 但不写 参考书你都写过了 测验就不可以捐 哦 你说自己写过那个 哦 写过不行啊 对啊 谁会愿意这个没有啦 那个没有在捐的啦 所以或是像有一些 我以为是没有 学习软体的书可以捐吗 学习软体的书可以捐吗 学习软体的书没有啊 那谁也 就是我觉得 对啊 那谁会捐那个 捐书这件事情 你要看每一个单位的那个 就是规则跟规定 然后我现在要来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家有菩萨看的书 你该怎么办 之前啊 有一个补习班啊 他要收起来的时候啊 然后他就 他就这个网友就很热心 他就说他们补习班老板不做了 要收起来了 然后你家小鹿那时候 小鹿大概小学一年级 大概二年级左右吧 然后他就说 你家小鹿很爱看书 那我想把补习班这些所有的书 都送给你这样子 然后因为补习班的书 可能就四五十本 然后都是那种什么 民间传奇故事啊 什么就是给小朋友看牙医 很容易阅读 或者是这样子 西班很容易阅读的那种 然后他就把四五十本 都送给我 寄给我 真的喔 对 都寄给我 就是还蛮好的 可是那套书 后来我就 在看完的时候 我就没有再捐出去 因为那个书 其实已经有一点历史了 就是已经很很泛黄了 这样 可是因为那是那一位 读者的心意 所以 没关系 有的人也喜欢看 其实我还 其实那个没关系 没有就是后来 不一定说 一定要都 完全都新的什么 没有 可是你要捐出去 有的时候太旧的书 是没有办法被捐的 人家是不要 对 然后结果说也没有关系 你就只能送朋友 因为不一样 里面都 内容不一样 对 然后 如果你是要捐赠 或是要送给一些 其他的单位的话 以下有几个 接受证书的单位 因为除了有一些图书馆 建议大家 还是先打电话 去问问看 问一下 对 然后像是 比如说 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1919陪读计划 然后成品阅读分享计划 还有像是 基督徒旧事会 成书宝二手书店等 那我知道有一些车站 也会有设立那种 就是回收二手书的箱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你家没有看的书 然后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 车站很妙 它就是你可以拿一本 你已经不会再看的书 拿来放到箱子里 你可以换一本 回去 对 你可以换一本回去 就等于跟别人交换书 还蛮好的 真的这样也不错 对 所以像是刚刚有讲到 比如说像是教科书 参考书 然后期刊 小册子 或是宗教 善映的经书 结缘书这种的 然后涂鸦 画线的书 然后筑记的 然后或是破损 已经破损太严重的 这些都是不能捐赠的 所以大家就是 还是要打电话问一下 对啦 还是要先问一下 对 没错 你拿一道堆去 他没办法 他也不接受啊 你这样的话 白忙一趟 对 然后像我之前啊 还有想要就是 卖给尸体的二手书店 就是用卖的 尸体 尸体 尸体二手书店 对 实体的 对 因为像如果有时候 我真的是 书太重太多了 然后没有时间处理的话 对 其实现在网络上 也有一种书店 就是你打电话 然后他们可以 导服服务的 导服收走的 对啊 对啊 这一种有 我有听说 那如果你二手书 想要卖给实体的二手 二手书店 比如说像是 茉莉二手书店 雅伯克二手书店 跟书宝二手书店 对 这些 这些以上的书店 如果你没有听清楚 你可以在资讯栏 找到这样的资讯 就是我把它放在 资讯栏里面 那还有一个啊 就是 嫖书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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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的飘 漂亮的飘 嫖书 嫖书 嫖书是什么呢 这就是会比较像 我刚刚说的那个方式 嫖书就是图书 漂流 漂流的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 自己已经看完的书 贴上特定的标签 然后放到公共场所里面去 让大家免费阅读 免费阅读 对 然后 这个漂书呢 就是 之后这本书去哪里 你也不会知道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方式 你可以拿一本你的 你也可以拿别人的 然后这个呢 有的时候 有可能是有去无回 这样 诶 有那种什么 行动图书馆 对啊 有 那好方便 它就会比较偏眼的 乡下的 给小朋友 对啊 偏眼乡下 有那个行动图书馆 对啊 我觉得那个去乡下 真的很需要 也可以 行动图书馆可不可以 接受被捐赠二手书 这个我觉得可以再问一下 对啊 那个应该要问 对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我刚刚说的书本 漂书的这个图书馆 目前有几家图书馆都有 而且目前是集中在台北市啦 像是台北市立图书馆 民生图书馆 永春图书馆 然后还有像是西湖天母北投等分馆 都有了 对都有漂书的活动 就是如果你的书 哎呀那我家的书太多了 捐出去真的是太多了 我可能真的只能捐 比如说像是台东的书 然后或者是二手书店等等 对啊就是其实真的 书真的很多 太多了 然后像有一些书 我会重复看 有一些书是看了一次之后 就不会再看了 然后我的书里面还会分 比如说有签名的跟没签名 因为有一些作者朋友 会签名送给我 然后我就会把它保留起来 对签名你要保留 对啊那有一些像是食谱书 我是真的不会 你不用了啦 食谱那个 我还是需要 可是有一些食谱书 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我真的会不太 厨艺不太好 所以我就会捐出去 对啊那种不会去看 所以你知道 你自己都是怎么整 像你家的书 这么成年 三十年的 你放的是回忆 你不是那个吧 对真的是回忆 你也会拿起来看 你也会拿起来看 古董 你捐也没有人要 我那个现在市面上 市面上买不到 我跟你讲 我那个是真的古董 你会看吗 你会拿起来看 就是有时候想到 就翻一翻 翻一翻 对啊 对啊 就那个不错啊 好吧 其实我觉得作者 我自己也是身为一个作者 我真的还是觉得实体书 虽然现在电子书很流行 很方便的 可是实体书有的时候 在阅读起来 就还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那如果呢 就是我还是很推荐大家 可以有机会 多支持实体书 也支持作者这样 那有一些实体书 其实有时候拍照 也还蛮好看 但还是可以拿来摆试一下 当摆试 对或是水手翻圆 因为像小鹿 他其实对于实体书来说 他就是随时放着 翻一翻翻一翻翻一翻 这样子 就也还蛮好 对啊 他最近会考完了 所以他就可以疯狂看他 想要看的书 放松了 对啊 阅读这件事其实就是 你有阅读的时候 你的速度就会越看越快 有训练就会越看越快 那如果你家也有一些 其他的相关书籍 想要捐赠 或者是想要二手贩售 又或是你想要参加 票数的活动 也请你可以看资讯栏连结 对啊 我觉得真的 这个书现在真的很方便 爱看书就是爱看书 不喜欢看就是不喜欢看 真的 培养一下 真的也是 对啊 不喜欢 其实要从小就培养 对啊 我觉得从小培养比较有用 大了也可以培养 就是爱看书的 对啊 真的 实际上带你去书店 看书 买书 真的 不然你也不会这样 没错 那有时间去看书 没错 还没 好吧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呢 请你记得给五行好评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或是你的单位是需要可以接受被捐赠书的单位 也欢迎可以跟我们联络 对 陪伴让我们更有力量 下集见 拜拜 拜拜